用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家的轩童 今天继续讲这部9点3分的TVB经典《大时代》 据说丁一线,命手下按住展播 然后拿出一箱玩具和一包铭币交道 小的时候,我的确尝完你的玩具 我现在买了新的还你 我爸爸不小心打死了你爸爸不假 我呢,就多给他烧些纸钱 如果你认为这样还不够 我现在把小时候吃你家的东西也还了 来人,喂他吃 几个小混混掰开展播的嘴巴 胡乱夹了一些菜肴塞了进去 见展播双眼喷射着仇恨的寒光 溢血却毫不在意继续道 现在,咱们两家的恩怨已经两清了 你心里是不是不服呀 有种你打我呀 你们放开他 展播双手得以解脱,怒喝一声 杀父之仇,你拿什么还 即便你们全家都死光了也还不上 严霸一脚握出,将溢血串了个亮枪 随即抄起酒瓶砸浆过去 溢血头顶顿时一片鲜红 可这人从小打架斗狠,对此毫不在意 狂叫着冲江上前,按翻斩驳 一拳接一拳,直辜乱垂 便在此时,灵姐和婷婷接到了小梅的通知后 急切切地打车过来,尖叫着分开二人 一些见灵姐貌美,不由迎新又起,怪笑道 灵姨替别人带了十年孩子,可没见老呀 身材还这么棒,这皮肤油光水滑,保养得还不错 边说,边摸将过去 忽觉脸上一疼,早被灵姐抽了一巴掌 不由大怒道,我今天就把你识度了 看到底是你也,还是我也 一些张牙舞爪正带行凶 呼听门口有人咳嗽了一声 这声音虽轻,却自带威严 一些急忙回身,笑脸相迎道 大哥,您回来了 老大丁笑戏,看都没看他一眼 缓步走到方家三人面前道 灵姐,对不起,家地粗鲁 冒犯即位了,我向你保证 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三位现在就可以走了 二女扶着展伯向门外走去 年轻的方婷却心中一动 忍不住向笑脸多看了几眼 暗道,小时候她便这样 只为她那几个弟弟出头打架 却从不欺负弱小 这可惜,我们两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展伯出的大门后,立刻狂奔而去 她今日遭到侮辱 让她对失败的人生更加丢失了心念 只跑得没了力气 便找了个角落,蜷缩着身子 躲在脏雾堆中 这时的展伯万念俱灰 自然此生再无希望 便是一直躺在这里 直到死去最好 突然,在黑须须的街道深处 走过一个人影 那人勾搂着身子 邪然年纪不轻 来自近前却低声骂道 没用的家伙 这点打气都扛不住 以后还怎么做大事呢 展伯见这人穿着破烂 胡须花白,戴了一副大眼镜 怪模怪样的,却是认得 他就是十年前 这人跟随父亲 将大盘指数 从1200点炒到1720点 成功狙击了陈万贤的北极星 创造了古世传奇的 王者级出世代表 野天 野天微笑道 你小子还能认出我 说明你记性不赖 可你却没有你爹半点气概 受到这么点挫折就自暴自弃 不像个男人 我和你爹当年遇到的事情 比你这大过千倍万倍 若没有超人的承受能力 早就完蛋了 你身上流淌的 到底是不是方静心的血 你给我站起来 记住 你是方静心的儿子 展伯心中豪气顿起 双目金芒四射 一眨不眨的盯着老者 但听野天神秘的说道 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想一辈子这样做个窝囊废 还是想出人头地 赚钱发财 展伯猛然站起吼道 我要把我爸爸失去的拿回来 我要赚钱 我要发达 夜天回身变走 冷风之中 带我那嘶哑的声音飘过 你随我来 二人走入一间破旧的屋内 展伯去见屋中四周 全是黑板和各种商业信息 地中央摆放了几把长条椅子 以前的小木桌上摆满了电话 这场景 展伯从爸爸的相册里见过 一个小型的股票交易所就在眼前 夜天神情激昂 只要走入这里 立刻就进入了属于他的世界 他手指展伯道 这些年 你之所以过得不顺 是因为你没找对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你听着 如果明天人类就会灭亡 那么这一刻 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你告诉我 展伯低头沉思 突然一股清泉般的信念 鼓鼓涌来 他忽然开朗 惊叫道 我会去玩股票 师父 我终于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了 我五岁的时候 爸爸就教我证券知识 他只要讲一遍 我就能记住 我现在一事无成 是因为现在做的都不是我所擅长的 是这样吗 夜天非常满意 笑道 乖徒弟 人间云云众生 各有所长 可却分出了三六九等 就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找错了方向 你既然知道了应该做什么 接下来 当然要去证券交易中心 找份工作了 即便在那里捡垃圾 只要有心 也能学到本领 你可以走了 这个地方 以后不要青睐 过一段时间 我会去找你 你若是没有进步 莫怪为师到时 翻脸无情 坦伯受夜天教导后 真若变了一个人似的 第二天 养足了精神 去华人证券交易中心 就是当年的华人会应聘 果然找了一份服务生的工作 展伯兴冲冲的回到家 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家人 然后就忙着做家务 并将屋内的家具 逐一休整一番 只忙到半夜 依旧毫无困意 林姐见她上进 也自高兴 四日清晨 四个女人刚刚起床 带完屋内 传来飘飘饭香 去着展伯 早将饭菜做熟 就连隔壁小梅家 也送去了一大碗 以前那个又丧又废的男人 已经不见了 展伯胡乱的吃了两口后 便向家人打了招呼 出门搭公交 直奔证券大楼 没想到 昨晚一夜未睡 这时汽车摇晃之下 愧意见勇 竟然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到终点 展伯害怕迟到 心下焦急 联盟招手 拦截了一辆出租车 出来也巧 一名年轻女子 也拦了这辆车 二人相互争执 均无退让的意思 展伯生怕丢掉工作 心中焦躁 不由喊了声 姑娘我真的有急事啊 你截另外一辆吧 严霸用力一推 便关上了车门 女子站立未稳 却跌了一跤 好似胳膊 被划出了血痕 又痛又气之下 不由哭了起来 展伯心中一软 本欲下车相扶 却着实赶时间 只好提了心 绝成而去 来到交易所 便好似鱿鱼入海一般 做什么都得心应手 短短一个上午 不但将日常工作 悉数掌握外 还结识了好多股票经济 一晃的功夫 一到下班的时间 展伯自信满满的走出大楼 却忽见一女子 一声吕叫后 上前抓了她的胳膊 细看之下 去之前 被自己推倒的那个姑娘 展伯当年 在天桥下混了多年 脾性尚在 于是装傻道 小姐 我又不认识你 你拉我做什么 女子暴怒道 你这张黑脸 我就是化作会也记得 你少装算 今天早晨在北角 你是不是跟我抢坐一辆车来着 展伯将头乱摇道 我家在九龙呀 我坐公交就可以上班 我怎么会去北角呢 再说我就是个服务生 很穷的 你看我的样子 做得起出租吗 也许你找的人跟我有点像 但真的不是我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请你放过我好不好 女子文言也迟疑起来 抓住展伯的手 却不自觉地松开了 展伯刚刚回家 却发现那女子又跟了上来 不觉感到一阵头大 想不到 这人是个一根筋 认准一件事 便事不罢休 进入展伯家里 女郎前后左右看了又看 然后向方敏问道 他真的是你哥哥 住在这里吗 见方敏窃窃地点头 这才改变了态度 柔声向展伯赔了不是 展伯自是少不了 假装一番教育 急忙送走了这个温神 女子刚走不久 隔壁小梅的外婆就跑来求救 就在刚刚 小梅突然心口剧痛 好似心脏病发作了 展伯文言连忙跑过去 背了小梅便冲下楼梯 如说世上 除了那几位亲人 和刚刚认识的师父外 最让她牵挂的 就属小梅了 二人相处时间不短 小梅虽然总是一副 小家子气的样子 但每当关键时刻 都为违心出钱帮助展伯 即便展伯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她的期望 可小梅生气之余 却从未翻脸 她从心中信任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 医院的检查结果总算出来了 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 叫做霍乱的疾病 原来小梅常年吃过期的食物 体内霉菌过多 这种霍乱需要隔离治疗很久 但总好过心脏疾病许多 展伯一直忙活的后半夜才回家 次日清晨 她没精打采地准备上班 刚拐出楼角 便又听到了那个熟悉 而令人头痛的声音 骗子 我已经测试过了 你坐公交坐过头 一直坐到了北角 然后赶时间上班 于是把我推下了出租对不对 展伯被纠缠不过 当下发誓道 如果我陈小明那天 果真推倒了姑娘 就让陈小明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你看这样总行了吧 女孩见她说的决绝 不禁又起困惑 低了头道 不好意思 这两天给您添麻烦了 展伯总算摆脱了纠缠 很快便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工作当中 下班时分 展伯刚走出大楼 不想到女子又厚在那里 这次却一反常态 脸上笑容甜甜 脆声道 我这两天散扰你 真的挺不好意思 为了表示诚意 一会我请你吃顿好的 鲍鱼粥 龙虾咽 随便你点 展伯咽了口唾沫道 我已经十多年 没吃过龙虾了 你可别骗我呀 二人来到一所豪华餐厅内 果说女孩所言 这顿大餐堪称奢华 展伯忘乎所以 双手上桌 波霞翘蟹 女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见她吃得开心 于是柔声道 我叫龙继文 很高兴在香港能认识你这个朋友 你叫陈晓明对吧 突然 继文的话停住了 因为她看到了展伯手臂上 那几条被自己抓伤的纸痕 这一下真相大白 继文有喜转怒 拉着展伯 乘车奔向郊外 山岭的路旁 展伯苦苦哀求 最后突然灵机一动道 我知道 你为我推你那事 一直耿耿于怀 不如这样吧 你现在 把我从车上踹下去 如此就公平了吧 继文大喜 于是站在旁边的位置上 一脚踢来 见展伯假装跌落 不由己道 你这跌相也太假了吧 根本没摔逃 这把不算 咱们从来一次 爱人连吵带闹 半真半假 玩得倒也开心 不觉间 天渐渐的黑了 据说那日 丁一谢自从在酒店 独打展博时 与方婷见过一面后 不禁被他亲力脱俗的容颜 所倾倒 于是大白天 抢了方婷的毕业论文 进行要挟 方婷无奈 只得随他去了一家日式餐厅 不想 这里也是方家兄弟的产业 一鞋将手一挥 示意手下弟兄 和服务员出去 所有嬉皮笑脸的 靠向过去道 三妹 想不到这些年不见 你出了这般漂亮了 有男朋友没有 要不以后就跟着哥哥吧 方婷感到一阵恶心 皱着眉躲到了一旁 一血 却毫不支持 继续道 想要论文就老实点 何必装唇呢 其实啊 你跟着我不会吃亏的 好了 我先让你快活快活 今天以后 我就是赶你走 你都不走呢 一些这些年作恶多端 哪有半点戒律之心 一个恶虎扑石 将婷婷按在身下 便于妃里 就在这紧要关头 忽然房门 被人急速拉开 就见一精壮男子 大步而入 抓了一血 便是一瓶子砸下 随即正反几个耳光 只打得一血 双眼发花 愣了半天才到 大 大哥 您这是 小蟹眼神冰冷 一字一顿道 那天我说过 不要再懂方家的人 一句话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一血自知理亏 哪敢顶嘴 踏着腰 退出了屋子 小蟹转头 向方婷赔了不是 并抬手 示意她 可以自行离开 二人目光闪烁 既不敢正视对方 又似乎想多看上两眼 小蟹深沉果敢 虽然身为黑社会议员 却有为人底线 阳刚威猛 风度翩翩 深深地吸引了少女方婷的血 回到家中 方婷心中 犹如小鹿乱撞一般 跳个不停 笑戏的身影 却再也挥之不去 虽然她知道 二人之间 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 两家恩怨纠纷太深 就连自己 也不会允许她 爱上杀父仇家的儿子 突然 方婷想起论文 还落在了酒店 于是按照消息 留给自己的名片 拨通了电话 消息倒也爽快 没一会儿便亲自送了过来 这是今天 二人二度见面 就当婷婷 伸手去借文件家的时候 空气中似乎弥漫开 些许爱的气息来 双目对望之下 又怎能分得开 再说山顶的斩博 已被纪文折腾得不行 眼看天色漆黑 不由声带哭呛道 龙姑娘 小姐 二姨 姑奶奶 你把我送回去吧 我明天还要上班 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 你不是要让我失业吧 可继闻却兴高采烈 神气十足地哼着小渠道 总算报仇了 这时 阵阵黑云压来 呼得一道闪电划过 江丝州照得一片惨白 看来 要下暴雨了 与此同时 方婷在屋中紧紧地抓着论文 便仿佛抓着爱人的手 也不知这会儿 她走了没有 方婷心中暗思 一声闷雷想过 令婷婷一惊 可莫要交坏了她 方婷连忙翻出一把遮叠伞 跑到屋外 但见雨如朱线般 密密层层地自天边散落 雾字下得又密又急 预知这场大雨 能否浇灌出 两段美满的爱情呢 斩博在继闻和小梅之间 该做如何取舍 而方婷和孝谢 能否划开十年仇恨呢 请看下集 一句承诺 丁孝谢独闯龙坛虎穴 十年屈辱 老丁谢 台湾快以恩仇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